看到立法院屋顶摊过一次已经很吓人了 二月初的时候才摊过了一次 不过来看到昨天立法院的秘书处天花板又摊了下来 那么原来立法院的办公室已经是屋顶超过了九十岁的阿公级老旧的建筑 这屋顶一塌再塌 立法院也打算了在今年暑假的时候要进行全面的大整修 一面哪天又塌了下来伤了立委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立法院灭书处的职员全都紧张的跑出办公室 原来灭书处的屋顶二月初才刚塌过 不到两个月现在又塌了下来 今天是这个处长是这边上方的那个旧的天花板的那个有点腐朽 还撑不住那个力量 有几根那个那个木头那个板子掉下来 所以目前没有人员的伤亡 因为旧的天花板已经没办法撑那个这个新天花板的这些力量 所以我们会用西行钢来加强 原本应该在天花板的清钢架就这么掉了下来 好在当时没有人在办公室 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这个天花板的部分我们先检查有没有安全的疑虑 那有安全疑虑我们立刻补墙 那没有的部分呢我们会等暑假前面再做来检查 吴林近九十年的立法院办公室 前身是日炬时代的台北二高女校 外墙一条又一条的裂痕 证明这栋楼真的需要好好整修了 真的到暑假吗 这个我们请计师会存在两个阶段处理 比较风险性比较高了先做处理 那可以风险性比较没那么高了 我们暑假再来做处理 一下火气不小的立委们下行进立法院办公室时 恐怕得更加小心翼翼 否则下回砸到的恐怕就是立委了 中西文蔡木齐黄安晴台北报道 电化机能贵胜 明镜需要明镜需要 husbandjed 谢谢大家